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今天发生了哪些事 迟迟交通管制造成不少上班族和学生迟到 车辆更是严重回堵到迈金路 车辆根本动弹不得 搭车 水扑起来 车都塞不过了 交通警察都翻车起来 应用很多人 现在这个事物开始挖下去了 它还应用到我们六区几千万 在水公司第一区管理处上午紧急派云抢修 将冒出水的地方进行开挖 寻找漏水点 但周边有四千户在水用户恐怕会受到影响 这个是从二瓶供后来基隆的一些相关的管线 早上有遇到破管 我们现在已经紧急调用机具跟厂商来现场制作 目前要先等到开挖之后 确认了漏水点进行抢修 我们大概影响的路段大概是在基金一二三路 负数的部分我们大概是有要再计算一下 上午塞车情况直到九点半才恢复顺畅 水公司预计要傍晚才会修复完成 基金一路一百三十五项 则是实施单向双向通车 请车辆行径要有特别注意 记者黄绍铭 基隆报导 应该是上面啦 上面滑下来 滑涩土石瞬间崩落 道路不满泥土 一旁的路灯杆当场断成两截 一旁一旁听到搜索来看 就是从那里滑下来 每一旁落后落后 这些都会土石流 整条只踩在土石流的核框 整条都断下来 路灯灯灶全都破裂 路灯燃腰折断 横躺在楼梯间 居民要进去 只能暂时爬过去 这条路应该是说 时间久了土石都有中洞 所以封的地方都是不一定的 有时候比较前面中段 这次封的地方是属比较上段的部分 高十公尺的山壁 岩壁土石松洞 直接滑落 当场砸中旁边的路灯灯杆 和民宅的雨泽 无辜的路灯杆当场断成两节 但居民说只要遇到大雨 土石就会崩落 金融市议员郑文婷、庄荣清 第一时间抵达现场 联系市府单位紧急处理 这个地方其实土石滑落了好几次 那这一次是比较严重 造成这个路灯整个青岛下来 那还好是这个地方 现在刚好没有人车出路 要不然恐怕会造成其他的一个危险 那事实上在这个地方 如果未来要把这个路灯 再把它回复的话 我们会建议 是不是在附近比较安全的地方 再重新安置这个路灯 那另外就是我们希望市政府 建议市政府就是说 类似像这种有边坡的 警铃社区这种边坡 一定要装设一些感应的 这个感应器 sensor 去了解说那个土石松动的情况 提早预作准备 这一盏路灯 就直接悬挂在我们另外一个电线杆那边 我想在结构方面可能会比较安全 那如果未来碰到下雨 那可能如果这边有路灯 应该就比较危险 那如果未来路灯 就在这个电线杆上面 可能会比较安全 那科长有提到 可能一天之内 他就会把那个电线杆设置在那边 幸运的是土石滑落当下 没有行人经过 市府单位到场先进行土石清理 再进行后续的边坡维护工作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导 服务不停歇 无缝接轨持续服务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接获民众陈勤 基隆和七堵段河堤步道 桥梁等部分路段有破损 或是长青苔的情况 影响民众安全 因此就算选举刚结束 高票当选六连任市议员的张耿辉 依旧没有停下脚步休息 立刻邀请市政府公务处 河川水利科长 一起办理会堪尽快改善 尤其我们基隆市的天后 东北基隆墙也比较潮湿 经常下雨 在这边很多这个食指上长满了青苔 容易在一些长者来这边运动的时候 时常有运动被跌倒摔倒的现象出现 同时在整个这个我们看食指上的一些 有整个有裂缝的 有裂痕的 我是希望今天找我们市政府公务处 今天刚好星期一上班 也非常积极的 马上到现场来看 我觉得这个效率也很快 非常快 个人非常敬佩 尤其我同时也建议说 我们在我们近德桥上的 很多的展目也腐蚀掉了 希望还有沿途的那个把手的浮沫 有断裂的 有裂痕的 我也希望一并能够处理 希望能够赶快迅速的 这些小事情能够迅速的 能够把它处理 让我们市民觉得观感比较不一样 尤其再次的强调 因为我们基隆市的天后 不一样时常下雨 尤其东北基隆比较强 这些实质都是没有经常保养的话 容易长青胎 那运动的人容易发生危险 跌倒的现象也层次不穷 由于七堵断河堤步道 早已经成为民众休闲 散步运动骑车的好地点 因此张耿惠希望这些问题 尽快处理 维护民众的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藏心屡师傅省师团一登场 现场掌声不断 不管是跳桩还是舞龙 利落精湛的表演 在今年全运会 一举拿下四面金牌 两面银牌夹击 金融市长林又昌亲自颁奖 和选手们合影留念 分享这份荣耀 各县市的团队可以讲 这个实力也都相当相当的好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小细节 还有在尽数障碍各方面 这些小细节 我们都极度的相当相当的 很细腻的把它这个完成 所以才拿到这个奖项 我那个当事务 我认为还算不错的 除了省师团成了最大赢家 像是健美 蜻蜓水球 跳绳都获得不错成绩 让金融市一举拿下 七金 五银 五铜 史上最佳成绩 因为两年才一次 所以大家平常在准备 在训练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我们当然也在今年 我们修正的金融市运动竞赛 奖励金的合法办法 把这个奖励金呢大幅的一个提升 那第一名是由原本的四万增加到八万 倍增 第二名是从两万变成是五万 第三名是从一万变成是三万 我们这次总计发出的奖金有五百八十二万元的奖金 比过去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 差不多增加快一半 所以我想这是市政府包括我个人还有我们教育处 还有我们体育会 对我们金融市的各位教练还有各位选手 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 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鼓励 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能量 然后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继续为金融市来争光 为了鼓励选手全力以赴 市长林又昌颁布提高竞赛奖励金 代表队拿下十二年最佳的成绩 为金融市扬眉吐气 今年是我们金融市全民运获得最好的成绩的一年 包含了七金五银五铜 那这个其中包含了李师傅的这个行事队 囊括了四金两银 那另外呢我们在健美的部分 以及在女子跳绳的部分 还有我们蜻蜓的部分也都获得金牌 很谢谢市长为我们把奖金增加 而且我们不只全民运动会 像去年的亚欧云下目全国运动奖金都增加 奖金不输于六度 所以在市长的鼓励之下 我们今年成绩是破了历年最多的希望 希望这些在地把我们的成绩能在六度以外 我们的排了前几名 非常谢谢市长及教育处的大力支持 金融市多位市议员也亲自到场和选手道贺 我们金融市的选手呢在这几年呢成绩都非常的突出 怎么说呢就是以看多金数多牌数都有逐年的上升 那非常感谢我们金融市政府 还有所有的教练跟选手很争气 让我们金融呢在全国二十二十的县市呢 都有金牌金牌数的出现 那也希望各位选手跟教练呢继续努力 陈义伟会努力 然后大家一起加油 我想在右昌市场上任后的这七年八年 那金融市的体育成绩都非常的好 那当然代表我们市政府教育处 教育处长科长都非常重视我们的体育活动 那当然市长率先的支持 把我们的奖励金提高到三十万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今年的全民运动会是我们 有史以来表现最好的一次 相信这个体育就代表我们城市的竞争力 我们会继续努力 然后也会跟我们的体育选手大家站在同一线 那我本身也是篮球委员会的副主委以及跆拳道的主委 我们会为各项单项运动来争取相关的经费 让我们的各项单项运动在未来 都可以代表金融市拿到更好的成绩 这个这几年的话其实我们的体育都有蓬勃发展 但是呢我们有非常多的部分呢还是需要这个进步的 那尤其是呢在我们的这个运动的各方面的这个奖金的部分 他希望说未来的话呢都可以持续的来去做一个提高 那让我们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运动员的未来的这个规划的部分 规划进程的部分 也希望呢我们以后市府呢 那市医院会跟市府未来一起来努力这一块 那让我们呢运动的这一块呢 除了呢这几年的蓬勃发展以外 让运动也越来越好 这次全运会金融市政府总计发出了582万元奖金 奖金较上届增加了47% 除了表达对选手的支持和鼓励 也感谢他们为金融增光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咯 什么 没有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圣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圣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最后一级终于上了 我没关系 我没关系 没有WiFi 我都怕 没WiFi 这里是 我才的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谢国良表示 杨密勋处长现任为立法院顾问 第八届的立法委员 台湾弱势病患权益促进会的秘书长 财团法人罕见疾病基金会的代言人 中广流行网 公事节目主持人 人间卫视的新闻主播 也是他竞选期间的咨询委员副主委 希望未来借由玉芯处长的亲身经验 为基勇打造成为一个更友善 更便捷 更幸福的优质生活环境 大家好 我是杨玉芯 很高兴有机会到基隆来服务 那么我觉得一个城市最核心的灵魂 那其实就是人 我们如何让所有的人 都能够激发他们的善意 他们的潜能 以及他们的创造力 来让城市里面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获得尊严 获得平等 获得幸福生活的可能性 这个是有爱城市最核心的价值 因此所有的服务都会围绕着 人的意义 价值 幸福来开展 那么我们在这里会设计很多 很有趣 很共荣的 来让所有相对弱势的人 他们能够获得幸福的机会 然后也让所有相对有资源的人 那这个资源包含了知识 包含了时间 包含了金钱 包含了才华 能够透过彼此的交融 在付出和给予当中 去彼此看见 看见生命的需要 看见我们付出 我们参与的可能性 有爱城市是一个创新价值的城市 邀请所有关怀社会创新 关怀幸福工程 关怀设计思考的朋友们 都能够来到基隆 跟我们一起共学共创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能够翻转障碍者面对的三种困境 第一个就是所有物理性的障碍 能够去除这些交通道路建筑物 公共空间 那这些能够让障碍者可以很容易的使用 然后很多人不认识 不了解这些特殊族群 包含小孩 父女 高龄 或者是新移民等等 我们能够透过教育 能够给予更多平等的机会 能够参与社会大家互相认识 然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面向 都能够有合理的调整措施 来让所有的这些特殊族群 可以融合各行各业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改变 能够鼓励所有人在太旧换新的时候 去采购通用的无障碍车 或者是说通用的福祉车 让不管是娃娃族 轮椅族 行李族 高龄的 或者是所有行动不便的人 他都很自然的 而且很自由 很自主的 随时都能够有无障碍的交通 从点对点到最后一里路的 这个每一个定点 居家或每一个景点 他都能够有无障碍的交通 所以无障碍的交通体系 还有无障碍的环境体系 这都是我们要努力去翻转的 其实基隆其实是一个 可以利用一个国外成功的经验 重新去打造 不管我们城市从视觉上 从实用上 从科技上 并且在人文发展上面 都能够欢迎国内外的这些特殊的族群 跟他们的家人 到基隆来游玩 或来基隆来享受生活 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基隆未来观光的一个特色 其实打造有外城市 不是一个福利政策 而是一个观光产业政策 他在建构观光产业的同时 他也可以将我们本地 在地的特殊族群 跟他们的家人 因为只要有一个 家里只要有一个成员是特殊族群 整家人都会需要因而调整 他的整个生活方式 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利用 所谓观光产业的一个这样子的思维 进而去打造我们全基隆市的一个 这样子的从软体 定体跟人文方面都欢迎 而且接受 并且善待 不要讲善待 同理 我们这些特殊族群朋友们 以及家人们 这样子的一个都市生活环境 各位基隆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林领超 很开心可以加入小爱爸爸的团队 我过去是高雄市政府首任的清理局长 在跟之前也在香港的基隆圈服务 我会带着我的热忱 我的专业 我的经验 来服务我们基隆所有的乡亲朋友们 未来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 可以来投资我们基隆 让基隆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让我们基隆的子弟 也可以留在基隆工作 各位好朋友们 我们基隆见 拜拜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失智症纪录片 由你相伴的旅程 基隆场电影巡回 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 基隆市卫生局 基隆市立医院 失智共造中心 以及台湾爱丁顿 环胜洋酒股份有限公司 一起合作 在海科馆国际会议厅办理 并且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讨论 希望民众能够认识失智症 进一步关心失智友善 以及家庭照顾者和照顾者的辛劳 我们失智照顾最大的目的 这条线最大的目的 是要让这些失智症的伴者 如果是轻度 中度 重度 减缓它的一个进展的速度 所以因为失智症的原因非常的多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失智症的再来收入 保住我们不坚固的观点来讲 我们应该在往60级 再开始老化我家来顾防失智症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支持的据点 事实上是针对我们家庭照顾者 任何家庭里面有失能失智的 家庭照顾者都可以来使用 所以可以到我们社会处的观光网站 或是卫生学员网站都可以看得到 好不好 失智症的照顾不是复杂 它是很精致的 因缘合理 我们要以每个状况 一个因缘的错 就是想去思考说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有时候是很有趣的 有时候是需要创意的 有时候需要有用的 有时候是需要去诱发 他以前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这些是真正在 超过失智最大的挑战 然后也是觉得最让我很喜欢 做自由领域等等的创意 这部纪录片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筹划一年多拍摄 记录60岁的月朝林先生 独自照顾双亲 面对双倍的压力 从彷徨无助到寻求资源 找到希望的心路历程 月朝林表示照顾过程是很辛苦的 很多地方无法透过影片呈现 重点就是不要放弃希望 如果一路投降状况只会越来越差 有时想想妈妈当初生下我们的辛苦 照顾也是应该的 那我们除了要正念几书 情绪控管好 以后就是要记忆他边的人 其实照顾老人家如果辛苦的话 妈妈要生我们的心 情绪先安定其他就不要想太多 每个人都会老死想通就好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挥别疫情学生音乐比赛 重灯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 个人及团体组共计1468人 各校音乐好手同台较劲 展现比雨声更澎湃的声音 秀出最好的自己 一场美丽 想起飞 又起下的家 阿娘为 见到国中打几乐合奏 几管乐合奏 拿下试赛冠军将前进全国赛 另外基隆高中私足试念乐合奏 团队配合默契绝佳 精彩表演震撼全场 一样代表基隆出战全国赛 一年一度的音乐跟师生的乡土歌要比赛又回来了 尾葵了两年我们终于又回到演艺厅 那师生呢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过去两年我们都在各个学校的小演艺厅去进行比赛 那今年可以再回到高规的演艺厅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那今年因为疫情比较趋缓了 所以我们的队伍数跟参赛人数也都回来了 今年有高达1500位的参赛选手 那也都为了争取最高荣誉 可以代表基隆市去出赛 我们明年的全国的比赛 那在这边祝福我们所有的师生 都为了拿出最棒的成绩 然后展现最好的自我 学生音乐比赛成绩出如 各类组的第一名共计团体组30队 个人组29人 将代表基隆市参加明年3月的全国学生音乐比赛 及4月的全国学生乡土歌谣比赛 祝福代表基隆市的选手们都能玩得开心 阵线最好的字节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网咖内监制器右下角拍到 一名男子整个摊在椅子上 手上的饮料都快倒了 网咖电影员看到上前把他叫醒 没想到怎么摇都没反应 立即打电话报警 我看到他拿杯子 然后快倒了 我才叫他 你看他拿杯子 我看到他杯子也没有东西 对 我才叫他 这样才发现说 这起离奇的暴闭意外 发生在周日凌晨4点 进入火车站旁这间网咖店 男子是这间网咖常客 常年都在这里玩游戏 但最近突然暴瘦 走路也开始驼背 但却突然猝死 男子已经全身僵硬 回天乏术 只是好好一个人没有外力介入 为什么突然猝死 犹带检警后续厘清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待 终于可以寄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盛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盛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这有一集终于上了 我没续绷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基隆有一名妇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 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 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他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 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刑者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 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